我想说的是中国对这次防疫工作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嘿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视频的方式记录我的生活 先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留学 在米兰旁边的一个小镇子里面读研究生 录这期视频呢主要是想分享一些我的经历 当时我一月份考完试的时候订了回国的机票 打算回国过年 一月份正好是国内疫情的一个爆发期 所以那一个月我都在家待着 然后按照原计划二月份的时候 我就回意大利准备去上课了 当时因为意大利之前一直是只有三例感染 等我落地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看就已经二十多例了 所以等我到了意大利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药店 打算囤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之类的 然后我跑了大概三家药店都没有口罩卖 我就问药店的一个小姐姐 我说什么时候能有口罩 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 我想预定一批 当时药店小姐姐的回答我惊呆了 她说大概要五月份的时候才能有口罩 并且他们正在尝试从中国进口 我当时就想五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大概已经结束了 当时药店小姐姐还安慰我说 我知道你很害怕但是不用太担心 你只要正常的消毒多注意就没有事情 还好我当时从国内戴了大概六七片的口罩 真的是保命用的 然后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超市囤粮 就正如大家在网上所看到的那样 超市的货架真的是一扫而空 多的意大利人都囤满满的一购物车的吃的东西 我当时买了大概一个月的口粮 就打算在家里好好待着 就至少先度过了在意大利的这段隔离期 但没想到之后意大利那边的疫情就越来越不可控制了 本来当时是二十多例的感染 然后每天都五十个一百个的人数在网上增加 我们学校也是最开始从停课两天变成了停课一周 到后来也改成了和国内一样上网课的模式 好多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发微信问我说 意大利人是不是真的很不靠谱 就很不在意这个疫情 虽然疫情很严重 但他们还狂欢啊 派对啊 酒吧啊 每天都折腾个不停 我想说是的 就你们在网上看到那些新闻都是真的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意大利人他们还是愿意戴口罩的 但问题是他们真的买不到口罩 就刚刚所说的药店已经没有买口罩 然后亚马逊的口罩翻了十倍的价格 还要再等一个月 大家可以想象欧元翻了十倍 大概人民币就翻了八十倍的价格 所以在意大利那段期间 我就感觉很没有安全感 一方面是真的会有意大利人去歧视华人戴着口罩 一方面是他们真的不care这个病情 所以我当时就订了一张回国的机票 我想说的是 中国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棒 并且肯定会有人说 你从意大利回来 你可能会带着病毒传给中国什么之类的 我想说的是 中国现在是很愿意接受这些留学生也好 华人也好 就自行坐飞机回国的 并且现在中国已经对伊朗的华人 进行了一个撤侨的决定 我当时做的那趟航班是从米兰到俄罗斯 然后转机再飞到北京的 因为国航是最早停的一批航班 所以就没有直达的航班 都是需要转机的 当时是全程都戴着两层口罩 然后戴了一个帽子 就全程都不敢摘 吃饭的时候呢 就错开了旁边的人吃饭的时候 就非常快的吃完饭 并且我当时在米兰出境 然后在俄罗斯中转航班的这段时间 全程都没有人去测你的体温这一类的东西 但当我落地的时候 中国真的做得非常好 飞机一落地的时候 就通知所有的乘客都不能动 然后上来了大概七八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当时第一个念的就是我的名字 就说某某某你拿着你的全部行李 现在到机头的位置 然后这一批大概叫了五六个人 都是从意大利返回到北京的 然后就收走了我们的护照 进行了额温枪 就第一次测体温 体温正常后 我们这一批人进了单独的一个百度车 去到机场 进了机场之后 每个人要填三份表格 就包括你的家庭住址 电话 或者是你需不需要转机转高铁 你的车次都要很详细的记录 然后他会一个一个的叫你拿温度计来测体温 并且有工作人员来核对你这些表的信息 等到这一批从疫情严重国家来的乘客 全部都没有问题之后 然后他才会叫那些其他乘客来测体温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三四个小时的样子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那一班飞机都没有出现体温异常的情况 我昨天那一班落地北京有朋友飞 他们那一班就是全机隔离 因为出现了体温偏高的旅客 所以一旦有一个人体温不正常 整个飞机都要在北京隔离 我到家之前 我的家人就跟社区这边申请了 然后我们社区呢 是可以自行在家隔离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在家隔离的阶段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这次防疫工作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包括我现在在家里已经接到了六七个电话 就每天都会有社区的人来问你体温 每天三次 所以经过这次疫情之后 我家里人就跟我说 你以后一定要留在中国 就他们非常后悔送我出国这个决定 我接下来呢可能会再出一个视频 关于意大利人是如何不靠谱 因为今天我刚看到新闻 说我们那个市的市长已经被感染了 现在在隔离中 我回来之后就感觉真的非常的安心 感觉自己终于是有人要 有人管的孩子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随随念 拜拜